全球零售業一度都是為了迎合中國遊客的需求 可以說中國遊客走到哪裡 奢侈品店就開到哪裡 巴黎的百貨公司也僱傭了會說普通話的營業員 香港的老字號商店則被奶粉店和藥品店所取代 而現在 在疫情停飛三年後 中國遊客又重新開始出境旅遊了 然而《華爾街日報》指出 中國人的面貌和消費都不一樣了 新一波旅行消費者以40歲以下的年輕人為主 他們正在開闢一條不那麼長去的道路 避開傳統的購物中心和旅遊大巴等路線 年輕人喜歡使用在中國流行的小紅書應用程序 在小紅書上可以找到最新流行的旅遊地點和網紅打卡點 滿足年輕人拍照分享的慾望 而結果就是嚴重影響了依靠旅遊零售的大企業 化妝品公司雅士蘭黛 10月1日發布盈利預警 股價大幅下跌 主要原因是亞洲旅遊的零售業務面臨壓力 以及中國大陸的復甦速度低於預期 雅士蘭黛往往在遊客集中的各個關口投資開店 包括機場 邊境 熱門的旅遊目的地和購物中心 免稅區等等 上個月 日本的化妝品公司資深堂 也將全年利潤預期下調了36% 旅遊也是中國市場和旅遊市場疲軟 巴克萊銀行則下調了法國LVMH等奢侈品公司的投資評級 11月底 奢侈品百貨公司Harvey Nichols表示 將會關閉位於香港市中心兩家門店中的一家 Harvey Nichols的報告稱 儘管大陸與香港的邊境在2月份重新開放 但是來自香港的中國大陸遊客 不再像疫情之前那樣喜歡購物了 這一點現在已經十分明顯 此外 疫情期間 電子商務顯著增長 奢侈品牌在中國大陸的業務迅速發展 以及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價格差異逐漸在縮小 也是它不得不關店的原因 而這一趨勢 在其他受到中國遊客歡迎的旅行目的地中 也同樣存在 一位在香港旅遊的24歲的大陸年輕人表示 對購物已經不太感興趣 通過小紅書 他看到一些網紅拍照地點 他對打卡這些地點更加感興趣 比如說香港一條名叫快富街的馬路 忽然成為了遊客拍照的熱點 還有彩虹村 外壽大廈這些香港的普通居民樓 也因為拍照好看而成為大陸年輕人的熱門景點 大陸年輕人表示 在大陸 人們已經可以在網上買到任何想要的東西 研究數字平臺的學者表示 小紅書等社交媒體應用 在塑造年輕遊客的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購物已經不再是一項受歡迎的旅遊項目 另外旅行專家則表示 中國年輕遊客已經成為出境旅遊的主力軍 引領著市場偏好和消費模式的形成 數據顯示 中國出境遊遊客中63%的旅行者 年齡在40歲以下 並且 人們越來越傾向於打造個性化的旅行體驗 購物正在退居二線 其中 當然部分原因也與中國經濟疲軟有關 經濟疲軟正在壓縮可自由支配的預算 同時 中國人越來越多的在網上購物 而另一方面 中國對旅遊的熱情正在回升 阿里巴巴旗下的旅遊平臺非諸數據顯示 在今年雙11購物期間 共售出超過40萬賬套票 其中包括全價通票和住宿套票等等 近幾個月來 香包製造商新秀麗 在中國國內的銷售加速增長 因此近幾個月 在中國各城市 推出了最大規模的廣告營銷活動 而根據新秀麗追蹤的數據 該公司估計 中國的出鏡油 仍然約為疫情前水平的50% 新秀麗的CEO表示 中國人要到2024年底才會全面回歸 失去大陸消費的香港 在本月初被評級機構穆迪下調了評級 穆迪將香港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 穆迪表示 此舉反映出該機構 對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緊密的政治 經濟和金融聯繫的評估 自香港回歸以來 香港的旅遊 貿易 股市 房地產投資和金融領域 越來越依賴內地 而隨著習近平收緊對香港的管控 外國企業和外籍專業人士相繼離開香港 而他們的位置則被內地公司和大陸公民所取代 以銀行業為例 香港金融管理局表示 香港持牌銀行總數從2019年的164家 降至去年的155家 同時 在這個總數當中 中國大陸控股的銀行數量有所增加 而歐洲擁有的銀行數量則有所減少 商業房地產的數據則顯示 香港最受歡迎的辦公樓之一 國際金融中心的大陸企業租戶比例 幾乎從2019年的20%增加了一倍 達到今年的38% 一位商業地產經紀人表示 預計10年後 中央商務區優質寫字樓的 中國大陸租戶比例 可能達到40%甚至50% 隨著香港越來越多的滿足中國內地客戶 不斷增長的需求 在香港將普通化的銀行家、律師和顧問的數量 一直在增加 香港的金融監管領域也正在向北京靠攏 自8月份起 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國註冊公司 不再需要在申請中申報與中國大陸相關的風險 隨著外國人逐漸離開 他們正在被中國大陸公民所取代 2023年上半年 香港根據新的人才計劃 批准了超過25,000份移民申請 其中超過94%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中國內地人湧入香港 緩解了香港的低出生率 學生人數下降 和人才流出給香港經濟帶來的部分壓力 但同時 這也讓香港越來越多的失去了獨特的身份 專家表示 香港將逐步向中國體制靠攏 在未來20年的規劃中 北京要求香港與鄰近的深圳更加緊密的融合在一起 專家表示 隨後的變化很可能來自於香港日益壯大的華人商界 自下而上的需求 一旦一國兩制的大原則被破壞 那麼大陸和香港兩個體系 將在多個層面上開始趨同 1997年香港佔中國經濟的18%左右 但現在僅佔2%左右 而隨著深圳等內地城市的更快發展 香港還能夠發揮多大影響力的問題依然存在 雖然香港一直在開拓中東和東南亞市場 但是中國大陸仍將是香港貿易、投資和旅遊 最依賴的經濟體 專家表示 香港目前約40%的經濟依賴內地 但預計未來10年 這一比例可能會增長至50%或者60% 對於許多人來說 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去向毋庸置疑 因為中國不可能向香港靠攏 只有香港向中國靠攏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事件》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 如果喜歡記得點贊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如果您的大廚就可以開始對話了 你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烹飪小遊戲 讓我們開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午餐、還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們應該好好對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個問題 你希望這頓晚餐是素食還是荤食 或者兩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個問題 你對哪種類型的菜肴有特別的喜好嗎? 例如 你喜歡亞洲菜、意大利菜、法國菜、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類型的菜肴 喜歡吃日韓風味的 好的 日韓風味的菜肴口味獨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個問題 你有沒有飲食禁忌或者過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鮮、牛奶、雞蛋、堅果等等 不吃堅果 好的 我們會避免使用堅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個問題 你喜歡辣的食物嗎? 或者你更喜歡甜的、酸的或者鹹的食物? 喜歡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確實很開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個問題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或者特別討厭的蔬菜? 不喜歡胡蘿蔔 喜歡白菜 好的 我們會避免使用胡蘿蔔 儘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個問題 你喜歡吃肉嗎? 如果喜歡 你更喜歡哪種肉? 比如雞肉、牛肉、豬肉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質是很好的選擇 下面是我的第八個問題 你有多少時間來準備這頓晚餐? 你需要一個快速簡單的菜譜 還是你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嘗試一些更複雜的菜譜? 快速簡單 最好微波爐就可以解決 好的 我會為你找一個簡單且快速的菜譜 下面是我的第九個問題 你喜歡用哪種烹飪方法? 比如煎、炒、燉、蒸、烤或者微波? 微波爐 好的 微波爐烹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後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特別想要嘗試的食譜或者食材? 現在 讓我根據你的回答為你設計一個菜譜 主食可以是麵食? 根據你的需求 我為你設計了一個簡單快捷的日韓風味牛肉麵食的微波爐菜譜 菜譜名稱 微波爐版甜辣牛肉麵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麵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醬二大勺 糖一小勺 醬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輕鬆 適量 步驟 在微波爐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醬 糖 醬油 蒜末 攪拌均勻 將碗放入微波爐 選擇中火 加熱兩分鐘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攪拌均勻 再次放入微波爐 選擇中火 加熱兩分鐘 取出碗 加入方便麵和適量的熱水 根據方便麵包裝上的指示 攪拌均勻 確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將碗放入微波爐 選擇中火 加熱三分鐘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攪拌均勻 即可享用 點評 這道微波爐版甜辣牛肉麵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僅制作簡單快捷 而且口感鮮美 營養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質和鐵質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維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統 方便麵 此為你提供了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醬和糖的加入 使得這道菜肴既有韩國菜的辣味 又有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現在 我將為這道菜畫一張配圖